我没有什么别的要求 只要对方能给我弟弟买房就行 那对方的反应呢 对方一听到这个条件 直接退缩了 我也因此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盘点全网其他新娘合集 不下 刚刚我妈给我打电话了 那个没有八万八我不下车 下了吧 下 我妈都跟我说了 没有八万八我不下 之前也没说过这事啊 但是我妈就说了 就是八万八 少八万八就不下 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 他的一切都将 老家爷都来了 日子多了十万块钱台北 就要这样一家 儿子又一句话 你说这说你接不接 你要接 我打过麦点 晚上给办 办给办 但是我心里非常不舒服 你用了吗 在家在家 我就明确的说 我没有什么别的要求 只要对方能给我弟弟买房就行 我家条件也很一般 想让他娶个好媳妇 那对方的反应呢 对方一听到这个条件 直接退缩了 我也因此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 我的相亲对象质量 也不断的在变地 但是我的条件是不会变的 我相信我一直坚持下去 一定会遇到 长点没帮我笑死 你跟你笑给我吗 你会把他拿去换回来的时候 那他在家也没有吃太饱了 你今天做跳很难吗 你今天是做错什么了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现在结婚呢 你到底要怎么办 你今天是做错什么 你现在结婚 我们已经结婚了 你说我要看你还是这样 你的提醒还是这样 你是我不记得差是吗 对 天公是不想结了是吗 不解就不结 不解 你的婆子来了 起婚了 下车了 你来这里办两个车 你去看小玩 你办的时候都去看小玩的 我给你玩的 我和你一晚晚见 你不能买我了吗 我不想 我都干过你了 以后我给你 我不是那普通人家这个人 我们时间来说我没见了 这来到这了没有干 来到这了 来到这了 都看了吧 今天就是520 你们选择今天结婚传请问一下你 你给新娘发红包了吗 我没有发红包 我觉得吧我都能够娶她 我能爱她一生一世 还用发什么红包吗 新娘呢有什么想说的吗 你没钱就没钱 你扯什么里根呢 不是红包有什么重要吗 不是红包的问题是你的态度 你想打的 想打的 不接了 这家伙就不叫了 这小孩干下来了 好像自己走掉 我从梦中惊醒的是 隐情的所闹 很该隐情的人去 人才 我还是结婚的日子大喜日子 别吵了 来了我把你当客人一样的 什么客人不客人的啊 今天我大喜有必要 找你这个样子吗 啊我不管 今天你跟我这个事怎么你不解决吧 我是不会让你们解决 我跟你说你多把这个妹妹 还想听我说啊 你这么优秀 我可以找比我儿子更优秀的 啊真的吗 不要吵了好不好 不要吵啊 滑着掉了 你妹妹这么优秀啊 可以比我儿子更优秀的孩子 男子啊 你你你不要在这儿少 今天我儿子大喜事啊 要结婚也是跟我结 孩子 你有的是机会 找一个比我儿子更优秀的 好不好 今天我儿子结婚啊 听大伯的话 好不好啊 你回去了哈 慢慢地arak 我跟い你再结婚啊 行嘛